四类饱肝食物你知道几个? 围巾肝脏它不好的情况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就是肝的输泄功能失职 一呢由于肝气过旺会造成我们的急躁易怒肝气善意的症状 一个呢就是肝的输泄功能不及造成我们闷门不乐予于寡欢的症状 第二个呢就是肝血不足肝的藏血功能失调肝血不足 造成我们的眼肝眼色眼痒 同时女性同志呢会造成月经的不调 第三个就是肝藏魂的功能 卧则魂归于肝欺人则媚 物则魂犹豫目则醒 醒了以后呢行使目视的功能就是我们视觉的功能 其实与肝魂和肝血有很大的作用 哪些食物对我们肝脏非常好呢 第一个就是调节我们输泄功能的 具有树干礼器功能的一些食物 你像我们的玫瑰花 尤其是白玫瑰树干礼器功能更好 同时你像我们的菊花 具有树干明目清干的作用都可以啊 肝需要藏血 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 可以产生很多症状 那么一些养血的食物我们都可以吃 像椒大枣 这些能够养血的食物都可以吃 第三个藏魂浅魂的浅魂的 一般的就是我们一些养血的 同时呢一些清热的食物 干体阴而用羊 你像我们的一些帝皇 资干肾之阴的啊都可以用 像我们的构旗子 同时呢 干怕肥而喜甜 相对甜的 但是大家不要过多 防止呢我们人体的血糖甚高 为什么呢 是甜的干会喜欢呢 说干糖原呢藏于干 当我们人体需要的时候 糖原转化成葡萄糖来提供能量 所以说一些甜的食物都可以 同时呢我们的干起调打 我们多吃一些多糖类的食物 多糖是啥呀 多糖是不是糖呢 多糖不是糖 原来我们一直说的糖就是我们的单糖 葡萄糖 多糖呢就是一些粗纤维类的一些东西 同时呢还有一个多糖鸡链的 像我们的蘑菇 木耳 椰耳 灵芝 这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泡水啊 当辅食啊 当菜来应用 对我们人体非常好 尤其是蘑菇 但是呢这个蘑菇的挑选 夏天了去捡蘑菇的时候 一定注意我们有很多菌类都是有毒的 而我们在吃蘑菇的时候 一定得注意吃一些无毒的 否则呢就会伤害我们的肝脏 因为大量的有毒的在我们肝脏来解毒 如果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在有时间的情况下会给大家一一回复